再問 嗨,王仁彥姊妹,那你弟弟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弟弟現在在大連的金州兵役館放成,現在已經整整兩年了 對,他看來很明顯的就是在你被關陽期間,他是被迫害致死的 是的 實際上因為這個交案,他受牽連被迫害 是的 還有你妹妹聽說也是因為交案的牽連被判刑一年 你可以講一下這個情況 好的,當時是因為交案,我被關押 回來了大連政府就給吉林政府施壓 讓吉林遼遠市政府來陷害我妹妹 吉林政府找到我妹妹說,王春梅知道你身體不好有病 我們給點錢,先在北京安定下來生活 你回家我給你辦退休 還有你弟弟死亡金的問題給你拿出來 還有你們家的地保要給你辦 然後當時我妹妹就真的信以為真跟她回去了 吉林省遼遠市政府呢,以尋訓之事 我妹多次上中南海去控告她們 以這個訓證書為證據給我妹妹抓了 當時我陪我妹妹回去的 她讓我送我妹妹回去 因為我妹妹精神病嘛,她不敢帶回去啊 她騙我,讓我給送回去 結果她給我和我妹妹安排在賓館 說你先住下來,有領導要跟你談話 結果她派了警察,一頓審打給我妹妹抓走了 就這樣事兒了,任何問題沒解決 後來判刑的時候,你什麼罪證定了呢 她一個口袋,麻袋罪,先給你扣起來 扣起來了呢,她不一定以這個罪判你 但是國家法律是說,這個罪你判不上,你就應該放出來 哪怕隔一天,你再抓進來也行 她呢,反過來這個罪沒扣上 她那個,開帽子工廠,這頂帽都不合適 再扣那頂帽了,她又給我妹呢 又以詐騙政府,她給我妹掙7000塊錢 這就是,涉及陷害王淳美 你給7000塊錢,你政府人員,你給的 你政府,既不是公司,也不是法人 怎麼能構成你詐騙呢 這就是騙人的,害人的 這就是國際上說的,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這就是國際公認的反人類罪行 你給完我錢,吊妹你告我 說的那個,我是詐騙你 這不是,純事害人嗎 你那個,我妹妹,我們家遭災了 讓政府把房子搶去了,而且打成病了 你廖元市政府給我們開成,給精神病住院的,免費的證明 反過來呢,你給王淳美辦那個精神病證明 調過來呢,你給精神病派行一年 這不是反人類的罪行 你給精神病派行了,太可恨了 我今天向全世界公布吉林省寮元市 就是這個政府,害他的人民 我真的是,這次事實,活生生的發生在我們家 當時給我妹妹遮起來的時候 吉林省寮元市公安局,太安分局那個金正宇局長 他呢,就是給我妹妹拿那個黑的,勒那個人的氣帶的 我妹妹不是喊嗎,她有病了 就給勒,往死的勒,勒她上不來的事兒,憋的臉都黑了 她怕死,又給放了,就這麼折磨我妹妹 然後告訴我妹妹,別讓她姐,再信耶穌,再折磨了葛北京 再折磨就說,整死我妹,再整死她姐 就這麼狠,就這麼狠毒,聊一室公安局,就是金正宇 還有那個,她那個一把手叫什麼老王今天我還真忘了 哎呀,事兒太多了,懂 反正金正宇這個人,我始終是記著她名兒的 對,那你這個,這次來美國,有什麼想法 尤其呢,你到了美國的白宮也做了一些呼籲吶喊 你到底有什麼一個想法 我今天呢,是中國的政府腐敗 把我彼城到美國來,向全世界來控告 那個中國政府,這種迫害家庭教會 迫害基督徒,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跑到美國來控告他們 跑到白宮那個控告他們 因為白宮每天遊客這麼多 白宮,美國的是以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我想請求奧巴馬總統,能為我 為王春彥全家人聲張正義 為那個黎元教案的十六個弟兄姊妹 來聲張正義 給他們,給中國政府施壓 來公平地處理我們這個 就要按這個十六個,包括熊海長老 十六個弟兄姊妹 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正義的處理這個事情 以後呢,如果他不給處理 以後我會每天的安一個帳篷 向全世界來展示 中國政府是怎樣迫害基督徒的 我要控告他們,向全世界控告他們 請求全世界的基督徒來支持我 來幫助我,幫我呼籲 非常感謝大家聽我講這段經歷 也請求大家能來支持我 好,王春彥姊妹的故事呢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從她的經歷我們看到在中國 很多的基督徒遭到迫害 很多的教會也遭到迫害 在浙江是強拆十字架 在北京是打壓家庭教會 甚至為了教案很多的基督徒家破人亡 王春彥姊妹還算信用 能夠脫離虎口 她的下一步行呢 就是要在美國的白宮呢 長期的堅守 來為中國受逼迫的基督徒和教會 來吶喊向全世界人民做這個講真相的這個活動 向全世界人民呢 來呼籲來主持公益 也要求美國和歐巴馬政府 來關心中國的人權 關心中國基督徒受破壞的一個現狀 希望能得到全世界基督徒 海內外華人基督徒的祷告 各方面的支持 好 今天我們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黃先生姊妹 謝謝 謝謝郭牧師 謝謝 謝謝